第九招拉高网站的PR值 什么叫PR值呢 我们看一下简报 第九招拉高网站PR值的技巧 就是刚刚所讲的 那这个页面我们看到 这个网站PageRank是3分 那总分有10分 一般只有Google自己的搜寻引擎 总分才有可能到9分或10分 像YouTube的影片网站的PageRank就有到达9分 那像目前的Facebook也到9分 那刚刚有介绍过这个页面 就是我们去下载Google的工具列 如果我们是用IE或Firefox的浏览器的话 我们可以下载这个Google工具列 那把那个PageRank的选项打开 就可以看到PageRank的功能 我这边有插入扩充功能 如果是用Chrome的浏览器的话 我们直接安装它的扩充功能就可以了 那PageRank指的其实就是网站的等级 一般我们就把它称为Google的PR值 也就是PageRank 那PR值越高呢 搜寻情的排名就越容易名列前茅 那为什么PageRank会高呢 一个是因为它开了越久的网站 普遍它就会比较高 第二个是越多人连结 以及拜访的网站 它的PR值也会比较高 那PR值越高越好 但是PR值比较低的网站呢 其实也有机会排到高PR值的网站的前面 所以SEO的原理 其实就是要了解所有的变相 针对所有的变相去做最佳化 不见得说其中一种变相比别人好 那你就会真的排在别人的前面 不一定哦 那是把每一种变相都总和起来比别人好 这样才会排在别人的前面 这边的变相都总和起来比较多了